今天車有點多喔 慢慢開喔 不急 不趕時間 但是這次應該也有收到委託的單子嗎 對啊 這集還蠻有意思的 怎麼說 廖先生可以同性 年紀給你也差不多30歲 是好像比你有錢啊 喂 講這什麼話 沒有 他說他居然有一個預算 他存了大概270萬左右的一個預算 我貴了 真的是比6000多了 還不錯 他在金融業上班 收入了那種 那他覺得說也開過不少的房車了 想要買一台有駕駛樂趣 但是又不到超跑 應該算小跑車的一個入門車款 如果是你 你會推薦的什麼車 我想一下喔 欸欸欸欸 開車了 我說我想一下 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會想到Mazda的MX-5 還不錯啊 對不對 現在很胖的一個新車 對啊 對這個年紀來講 他負擔也不會太大 那所以他還剩100多萬要幹嘛 你可以改車 改車嗎 強化 不過他說他想要歐式的交往車 不如這樣 好啦 就看這一台 就這台 就這台 怎麼樣 不錯吧 不錯啊 滿有樂趣的感覺 沒有 特效已經結束了 你卡到超過來了 好了 結束了 好了 不要玩了 我們去找老闆 對 看這台設價多少錢 你也是滿愛玩的吧 那我們今天幫我們的廖先生 找到的就是我們身旁的這一台 Poosh的Buster S 很棒的很有樂趣的一台 中置MR的小跑車 那它的原價大概落在這邊 等一下我們請坦哥介紹一下 我們年價新車大概三百四十五萬 再加上這台車有選配三十幾萬 所以大概新車是三百七十多 然後你說2013年 現在是三年的車安 這伏不會有點勉強啊 三年差一百萬啊 其實這個車在去年的時候 大概成交都還有快 將近快三百 三百 雙子 我滿意外的耶 你現在做生意利率很低 我看得出來你汗流成這個樣子 你覺得很緊張 因為太多了 一直被圍剿 正確的答案呢 還是要由我們的凱老闆來公布 我們的售價到底是多少錢 好 那就兩百七啦 兩百七 演一個年輕人的夢 謝謝凱哥 謝謝 謝謝凱哥 還是要我們多介紹 恭喜你 廖先生 再初步呢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標的物的價錢 已經達成了 價格先達成了 對 但重點是 它到底是不是一台OK 好車 對 我們絕對不是光看價錢 就可以過關 是 沒問題 我們有招牌的 有信義的 好 有請我們的鑑定師 你在看我們柴哥在後面鑑定的這個 對 辛苦的工作 對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 有一點想睡覺 蛤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很安心啊 我會覺得 因為它的檢查項目 不是有三百多項 三百四十四項 所以你就可以很放心 坐在這邊 然後什麼都不用想 因為它就幫你煩惱 它就不用做什麼 對啊對啊對啊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的車廣比較特別 它是屬於敞門款式 對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機構上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你就它的電動軟棚 它的電動軟棚 你可能就要檢查它的作動 然後它在收納上面 是不是有車主比較不顧車 它可能濕濕的 它就把它兜在一起 久了之後 它可能就會長一些青苔啊 這都是有可能的 然後還有一些 廠門車專屬的小配件 你都要看它在不在 好 例如廠門車中間有這個 這個叫回風網 回風網 對啊 它就是讓你在行駛的時候 它裡面不會受到風的影響 然後啊 台灣太陽紫外線是很強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些膠條 有沒有老化 如果這個地方老化的話 它可能就會漏水 對不對 這都是看廠門車 我覺得應該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目前看起來是還不錯 但就看等才哥的 的鑑定結果 最重要的時刻來了 我們今天的結果怎麼樣呢 其實 你好像準備了 這個 我給你 鑑定書 先不要給老闆看到 對…你說這個鑑定書是怎麼了 你可以說 就是把車放很詳實的 記載在裡面 所以它等於 說是一個車輛的健康報告 是不是 對… 緊張嗎 老闆 老闆哥又冒汗了 我會緊張 我也會看車啊 老闆哥 買車我也要看啊 我有信心的 有信心的 老闆哥越來越重藝了 好 我先來瞇一下好不好 不好意思 廖先生我幫你看一下 唉唷 三酸乾油脂有點高 還有那種酸的問題 血壓高 三高 喂 搞什麼 來 大家看一下內容 這個外觀五顆星是滿分嗎 滿分 內裝 五顆星 沒有修復的履歷 泡水也沒有 電壓也是正常的 經營性正常冷靜溫度 十一度 無結構無拼接什麼的 對… 然後就完成它的證明 然後車身號碼什麼都在上面 對 所以今天這個車輛 老闆恭喜你 謝謝 算是完全沒有問題耶 恭喜 小型跟你這個 幫廖先生找到一台好車 對啊 但是我們還是要提醒年輕人 買車不要衝動 以這台車來說 它的保養一萬塊 跟國產車兩三千 其實就有一段差距 落差 所以我建議 年輕的觀眾朋友 如果真的買了一台這樣價位的車 也要顧慮到之後的一些養車 那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這樣的需求的話 歡迎來到我們的粉絲團 寫信給我們 小型哥一定會幫你找到 適合參考的標的物 更重要的是 下週六的同一時間 下午四點鐘 最多 最快速 最有趣的資訊 通通都在 寶島風車訊 Bye Bye 下週見 一個很迷人了 那現在車就售駕 欸 茜茜你家在攝影